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哈啰 大家中午好啊 今天因为我 我要煮粥饭给小孩子吃 今天是星期六了 星期六我通常会煮费午餐 因为小孩子都没有上班 没有做工啊 我今天是要炒一个富州人的白果 白果就是这样 一包 这个白果呢 很容易买的 它就只有一个 一个品牌而已 在马来西 你去杂货店啊 普通的菜市场啊 还有 supermarket啊 都会有的 但是呢 你最好是挣它三四天啊 纸袋那边会有硕明可以挣几多天 我是挣了五天 挣了五天之后呢 当我要煮的时候呢 我会 就 就冷水下锅 这样子煮 汆烫一下 汆烫五分钟 这样就好了 今天我的午餐就是炒白果 但是我的白果呢 就不是真正的富州人的炒的方法 就我自己炒我自己的方法 给你们看一看啊 或者你们可以也 有时候下午 我们会炒米粉啊 或者炒面啊 炒饭啊这样子咯 但是很少人会说炒白果 在马来西亚 因为这个是富州人的菜来的嘛 所以在马来西亚富州人是很少 只有一个地方很多 富州人就是在 叫什么 八角岛哪里边叫什么 stiawan啊 stiawan stiawan很多富州人的 是桃园 是桃园啊 就一个霹雳州的一个地方 那个 好 这样我开始炒咯 然后我就冲冷水咯 就是因为我已经挣了四天五天油了 我放在写柜里面 然后我每一天都换水 每一天都换冷的水 就叫普通开这个 水龙头的水咯 你看 看很Q汤的 韩国人就是炒年糕嘛 富州人的 就是这种叫做炒白果 韩Q的 来我要准备的材料哦 冬菇四朵 冬菇水不要丢掉哦 还是一样要留着拿来煮菜 冬菇拿来切一片一片 OK 然后辣椒 红辣椒 这个辣椒不会辣的 它只是上色而已 看到有点红色啊 或者你们要放萝卜丝 也是可以 我就不放萝卜丝了 然后菜心 菜心我已经洗干净了的 也不切了的啦 阿姨就是这样了的啦 就一把咯 如果你们很喜欢吃青菜 你们要放多多 你们就放多多了 OK 然后黄芽摆 黄芽摆我会放是因为 它会甜嘛 会有一点甜 因为黄芽摆可以焖 焖比较久 然后黄芽摆 这一个部分白色的 我通常我会敲一下 这样子敲一下 然后切切切 如果我很喜欢青菜可以放多 但是我就这样子放黄芽摆 这样两片 因为这个小片我就放三片 你要放鸡肉 猪肉 鱼盐 鱼饼都可以 但是今天我就不放了 我就只是放猪肉 因为那天我买了 买了烧肉 特别好吃 所以那天我买了烧肉 我看到烧肉 我就买了一点点回来 想到要炒这个白果 星期六嘛 小孩子全部在家 好 烧肉我拿来切片 其实这个东西就是 你自己要喜欢下什么料 你就下什么料 当然咯 放烧肉特别好吃咯 蒜米 没有用这么多啦 ok 因为 天天都要煮菜嘛 所以我会一次过 我会切多多 就 收在一个罐子 一个container 我放在写柜 所以我要煮的时候我就 一拿就可以煮了 ok 还要一点点的姜片 你们看吼 因为我写柜里面 还剩下一点点的葱段 啊 我也拿来用咯 不是特地是说 要去买菜来煮给你们看 这一套菜 不是咯 所以我的写柜有什么 我就煮什么咯 啊 刚刚好有一点点的葱段 葱段每次都不能够收 ok好 现在我开卧场 我就放 葱姜蒜 ok 其实有蒜米和姜都ok的 如果没有葱 无所谓的 因为刚刚好我写柜油嘛 ok又收到太久了 蒜 要切片也可以 要切粒也可以 要切粒也可以 啊 当然是切片更好吃咯 我放烧肉咯 加冬菇 下去炒姜它 没有烧肉就放酥肉 鸡肉 鱼饼饼 你可以放很多你喜欢的料的 那是因为我只有烧肉嘛 我觉得烧肉都很够咯 来放中午下去煮 阿姨知道这个是副州菜 那天就昂头给人家骂了 给人家讲 蛤你根本都不知道这个是潮州 潮州茶果 我讲我知道 但是我不敢肯定 因为我小时候我帮我妈妈 卖茶果的时候 卖高点的时候 不是潮州人来买来拜神而已 连那个附近人都买的哦 附近很多人都来买的哦 他们拜天宫啊 很夸张的哦 买的哦 鸡骨粿鸡鸡 全部都要的哦 他们 所以 哎呀 其实我是知道潮州高啦 但是我不要去确认它咯 没有确定的来讲 就是我知道了啦 我受了这个孝顺了 你买很多广东人 广东人没有 广东人他们都是会买进堆的 客家人也有买的哦 蒜的吧 哎呀 种子好吃就可以了哦 OK 你看包到很香了咯 我就放辣椒下去 哦 如果有蒜啊 放蒜啊更好吃 哦 现在这样子哈 我跟你讲哦 你放蒜下去炒啊 哦 一流 来 我放黄鸭摆 因为黄鸭摆 我要炒出它的甜味嘛 来 其实不要紧啦 我想搓 这个我讲对不起咯 好不好 你们不要生气 不开心也过一天 开心也要过一天 倒不如开开心心过一天 对不对 有一个老女人讲故事啊 我看他的故事很有意思啊 但是他只有出七个video而已 哎 人到了那个年龄哦 真的什么都看透了 OK 好了 我就放白果下去咯 因为白果很Q的 很Q的 很Q的 鸢鸢的 超多人讲 不要我等一下我一讲错 超多话 没有超多人讲鸢鸢的 那个红菇菇啊 他讲如果是说用 蘸米粉的话 就这样 哎 怎样讲啊 又不是Q彈哦 你瞧照人说啊 我朋友是炒鸢鸢的 哎呦 不会啦 来现在我要放料哦 放一点点的黑酱油 又是黑黑啦 我不要放这么黑啦 酱油 哎 是咯 有人一直问我那个温冬酱油哦 我觉得我要讲 但是一些是外国的 我有蛮多外国的哦 我不知道怎样讲哦 来我给你们看这个品牌啦 给你们看一下 我又没有代言咯 帮他打广告 就是这个温冬酱油 在温冬哦 有两个品牌哦 一个是黄色 一个是红色 两个都OK的 为什么温冬的酱油比较好吃 因为温冬他们靠近山的 他们的山水啊 所以他们的 他们的酱油特别好吃 还有一个是叫非人牌 非人牌是私家 是怎么样家庭式的 那个就很难买 只有一点 一些小地方有 哈 这个就是温冬酱油 但是我买到的这一个品牌 他们说还有一个品牌更好吃 就只有两个品牌而已啦 哈 放一点的蚝油 这个不怕的 可以慢慢炒的 OK 我不确定给你们看了哈 你们自己 阿格阿格啦 然后刚才的那个冬菇的水 你们可以放下去 OK 你放个手啊 小心哦 OK 但是你看到白白色哦 根本都不好看哦 不过很多人是喜欢放萝卜丝的 我没有萝卜 来我放这个头糙啦 因为头糙是上色的 很黑的哦 你看马上变了咯 够回吗 还没有放正式放 那个头糙我放过是黑酱油了吗 那个哪里放黑酱油 没错啊 再放咯 这个是黑酱油了 这个是黑酱油了 咧 老板 那个厨房是我的 我不知道黑酱油啊 但是这个比较白的啦 因为我买这样 我买黑酱油哦 我会买很多款的 有时候我不要买太黑 这个呢 它比较甜的 这种是我们本地马来人很喜欢的 因为有时候我会炒印度面嘛 我们的黑酱油 我们的黑油糕啊 那个 啊 这个是马来人的 这个为什么呢 这个有甜味 因为我有时候要炒 我们那些 妈妈当的呢 米过瑞啊 我就要用这一个酱油咯 好 我就用本地的啦 我老公还要宝宝啊 火花多啊 本地哪来看这样 来我给你看本地的啦 我喜欢买这个兰花牌也是ok的 不错的 兰花牌这个呢 是在宜宝的好像 对宜宝 这个也是不错 这个兰花牌 它的酱油也是不错 哈 你看啊 很恐怖的咯 你看 几够鸡你看到吗 马上黑啊 这个拿来炒米粉啊 如果煮中餐我就用这一个啦 因为马来西亚煮菜啊 我们会煮印 我们会煮印度餐比较少 我们会煮马来西亚的 你看啊 黑了咯 你看啊 黏我了 讲话咯 讲话咯 够黑吗 够了咯 如果你觉得它给了水不够是吗 你自己加高汤咯 阿姨很多高汤咯 阿姨煮鸡汤来的 因为我煮 我煮汤的时候 我一定会拿一些起来的 这个是刚才煮的汤 我会拿 好咯 你看 它的水净净的 糊糊的 够黑吗 还是不够咯 不够 蛤 它们很黑的 是咯 它们又很黑的 整个 这个黑酱很好吃咯 黑黑 你批咯 只有马来西亚有 中国国外没有看到它们的 没有中国的黑酱油不同的 它们的黑酱油 它们都黑的 咯 它们没有 人家外国人看到我们煮黑黑的东西 就怕死 马来西亚文化都是黑黑的 福建妹都黑黑的 福建妹黑到恐怖咯 嗯 就是所以 因为福建人什么都喜欢黑黑的 所以有时候我跟我朋友煮东西 哎呦我人家外国人 属于黑黑的 它们是黑黑的 黑黑的 很黑的 可以了 这是午餐啦 就随便煮给你们看啦 不要讲这样子 讲它随便 这样应付人家对不对 也不是啊 阿姨煮东西是很好吃的 哈哈哈 阿姨从小就煮饭 啊 七岁 啊 十岁啊 十岁啊 十岁十一岁 我就卖茶 卖糕点 哎是哦我还没有试吃 我现在试吃哦 你们煮一定要试吃的 你们试试看那个味道够不够 还来的鸡条啊 不够咸 放一点 是哦 当然不够咸的 我都没有放酱油 我都没有放盐 现在可以下菜心 现在才下菜心 因为要给它轻轻粒粒嘛 而且菜心也很容易熟 如果你们看到干 不是在加水咯 没有高汤的话 这样的ok的 但是高汤 如果你放高汤 当然是很好吃哦 所以我们去吃九楼的 特别好吃的 他们有煮一窝高汤在那边的 但是住家室当然是没有放高汤 全部都是放水 其实住家室你们要做高汤 你们要有准备高汤是很好的 Auntie呢 每次就包汤的时候 就会拿一点点起来 就装一个一个container 放在鞋柜咯 有一些我就放在结冰的地方 要用到的时候我就拿咯 如果炒青菜 当然是没有放高汤咯 那个一点点 好像说我要炒面啊 炒一些比较用多 汤汁的东西啊 我就会用高汤 最后了 好的时候 再来放糖 放一点点糖 给它有一点甜味 我们不要放一味精 但是不放糖也是可以 但是放糖它就会 华华亮亮亮啊 但是正式的副作人 他们是炒没有那么黑的 比较白的啊 我炒这个很黑哦 好了 可以了 可以了 上菜 来试试时间咯 这个一炒好了的时候 你要马上吃 不然它会吸收 吸干它那个汁啊 但是这个给新手的人炒 没有问题的 其实要说起来米粉更难炒 米粉你会炒到有时候会断掉 或者你汆烫的不够好 啊 这一个呢你就一直炒 啊 对了我忘记刚才是跟你们讲 要放一点点胡椒粉 或者你们不要放酱油 其实应该放鱼露 放鱼露下去很好吃的 好 不要讲了啦 人家讲了你快点吃啦 你不要讲这么多啦 我最好吃是烧 好吃 我很喜欢点辣椒酱 不要跟你们讲 你们自己去煮 你们自己吃 哈哈哈哈 应该这样哈 不用讲了 你们看auntie吃 你们就知道了咯 这个啊 QQ的 就是哦 这个啊 就是年糕来的 你们要炒金鸡啊 有金鸡啊 家里有那个金鸡的 你要拿来炒 也是ok的很好吃的 我也甚至拿过金鸡的 那个汁啊 那菜切又又拿来炒饭 也是一流的工作 这个 拿来炒金鸡也好吃 那是我拿来炒这个啦 因为我家里还有这些 剩下的料嘛 拿来炒 炒成一点 就当午餐是哦 很好吃 嗯 好吃 你要炒这个 我们给你炒这个 上两三个礼拜 我们有炒一次吗 本来是想要来做拍 拍视频的 后来想想 不要啦 这个很普遍的东西 但是我一想到很简单 很多现在MCO 就这个病情啊 很多人不能够出去了嘛 然后很多新手 每天都不知道要煮什么 煮这个肉午餐 不可能你一天 每天都煮饭嘛 你晚餐你要煮一餐饭了嘛 需要你一定是炒米粉面啊 或者买啊 再买也不方便 你就干脆炒这个简简烂烂 嗯 而且这个白果一包 一包几多钱了 太半钱了还是两块钱 很便宜的白果 啊 青菜又一点点 家里有剩的什么青菜 你跟它丢下去 有红萝卜放下去 有大葱放下去 有蒜的更好哦 有的一般炸锅店都有啊 啊很好吃啊 然后你们一定会问 Auntie我放豆芽可以吗 可以 放豆芽更好吃 我没有豆芽了 不过现在啊 很多人在家里啊 自己种豆芽 知道你可以种了 你就拿来炒咯 这个富洲人的最爱啊 那我吃了耶 放辣椒仔下去 我会有更刺激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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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